嗨,大家好,我是秀厨娘 香菜在我们平常做菜的时候都是用来增香的 今天我们拿香菜单独做一道美食,一起来看看吧 香菜别再当配菜了,试试这样做,实在太香了 香菜去根后清洗干净,然后控干水分备用 将控干水分的香菜对半切开,然后切成香菜末备用 香菜的香味浓郁,闻着臭吃着香 喜欢吃香菜的人对它特别的钟爱 不喜欢吃的人却一口也吃不下去 准备适量的五花肉剁成肉泥,装入盆中 加入适量的葱末和姜末,加入一勺生抽,加入一勺料酒 再加入适量盐,搅拌均匀,腌制20分钟 将切好的香菜末装入到盆内 加入适量食用油,滴两滴香油 再加入适量的盐,搅拌均匀 搅拌至肉馅上劲和香菜均匀地融合到一起即可 碗内加入300克面粉,加入100克凉水 活成面团,醒发10分钟 然后搓成长条,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 撒点干面粉搓均匀,将每个面剂都按压一下 取一个小面剂,用擀面杖擀成中间厚边缘薄的面皮 取一个饺子皮拖在手中,加入适量的菜馅 将菜馅包起来,捏紧,用双手虎口处挤一下 一个饺子就包好了 锅内加水烧开,下入饺子 饺子下锅后,用漏勺推动一下,防止饺子粘锅底 煮三个开,中间加两次清水 饺子皮鼓起后,饺子就煮熟了 营养美味,风味独特的香菜饺子就做好了 吃着特别香 喜欢的朋友点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明天见